泽连斯基要求美欧将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移用于原乌 如此乌克兰的军费将抵禁美国军费 今年打赢俄罗斯可以 但请拿钱来 乌情报总局局长布达诺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俄乌关于交换全部在押人员的谈判还在进行 双方原则上已经接近达成共识 这个是有点奇怪 一是泽连斯基话语滔滔绝不妥协 二是乌克兰法律已经作出规定 禁止与俄罗斯谈判 三是乌克兰最近扬言要发动春季攻势 拿回包括克里米亚在内的全部的领土 乌方最新威胁 克里米亚爆炸季节来了 昨天乌克兰官员古美纽克建议 习惯在被吞并的克里米亚生活和休息的俄罗斯人 要习惯空中警报 为爆炸季节做好准备 他说克里米亚当下温暖的季节已被视为爆炸季节 而不仅仅是度假胜地 俄占领军必须习惯半岛上空袭警报的声音 听听 这话说得多么豪横 这个时候 此种背景下 这么积极交换战俘 在技术层面表现得这么积极 而俄罗斯方面根本就没表态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两天欧美的媒体都在议论 美国已经打得没多少心气了 疲惫感明显增加 欧洲更是扛不了 谈判有可能提前 现在有个技术难题 作茧自负 乌克兰自己把路堵死了 想下楼 但是已经梯子撤了 这怎么 法新社报道 俄乌最近一次战俘交换中 均向对方交还了约一百名军人 报道称 自从一年多前俄乌冲突爆发以来 基辅和莫斯科定期进行战俘交换 乌克兰总体上很配合 泽连斯基明显的被人拿了魂 把乌克兰搞成今天这个样子 亚洲有一个国家领导人 带着老婆前天刚刚去美国访问 她不知道是中了什么血 要学习则连斯基 想在半岛上干一票大的 须知 俄乌交换战俘 是建立在俄乌五次谈判基础之上的行动 所以 不能把交换战俘与和谈这件事情分开来看 须知 战斗的双方并非没有共同点 据埃尔多安说 五轮谈判下来 六个有分歧议题中 已经有四个达成了共识 须知 是泽连斯基把耳朵堵起来 眼睛蒙起来 嘴巴捂上 怨性的态度在舞台上甚是拉风 须知 一年前谈判叫得最凶的是泽连斯基 他不放弃一切机会 敦促俄罗斯进行全面和平谈判 点名要与另外一个弗拉基米尔对话 他自信他的台词功夫超过普京 须知 泽连斯基早有警告在前 他告诉国际社会 必须利用任何形式 任何机会与普京谈判 如果这些尝试失败 这将意味着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 后来的是大家都知道了 泽连斯基在美西方的加持之下 堵死了谈判的道路 美国人忽悠泽连斯基 我们给你提供最先进的武器 你一定能打赢 后来就彻底打残了 美国当然不会撒谎 果真兑现自己的诺言 给了1500多亿的援助 但在泽连斯基看来 你给的太少了吧 一年来 泽连大量的精力都在指责美西方 给的东西太少太 不好用 威力不够大 不断要美西方追加援助 前天乌克兰副外长 梅利尼克说了一个数 美西方到现在还没表态 他呼吁美西方将国内生产总值的1% 用于向乌克兰提供军援 他称乌克兰需要十倍于迄今为止 从盟国获得的军事援助 才能在今年结束战争 他呼吁乌克兰伙伴跨越所有人为红线 将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 以用于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狮子大开口 狂犬废日 2022年美国GDP为25.47万亿美元 欧盟为16.65万亿美元 其中德国为4.06万亿美元 法国为2.78万亿美元 英国为3.07万亿美元 美欧英这三家就超过45万亿美元 如果按照梅利尼克的标准 美欧英都拿出百分之 以用于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乌克兰瞬间军费接近美国 泽连斯基这是疯了吗 但是泽连斯基也是你们逼疯的 如果说此前立主和平谈判的泽连斯基 是个小木偶的话 现在这个小木偶像机器人一样 有了自主学习能力 有了自主意识 他要按自己的逻辑行事了 最近美国泄密文件透露 美国监视着泽连斯基 这使泽连斯基有一种被彻底羞辱的感觉 现在你明白 美国人未雨绸缪 做事情很有必要了吧 其实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 中国是既能和俄罗斯说上话 又能和乌克兰保持联络的国家 2月 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的12条中国方案出炉 3月 共同发表中俄联合声明 4月 我们又和俄乌冲突的另外一个当事人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 顺带着在3月的时候 我们还解决了沙特和伊朗这对千年宿敌 让他们握手言和 等于是用实际行动 给和平解决 俄乌冲突 打了各样 既能去俄罗斯见普京 又能和泽连斯基通电话 商讨乌克兰危机该如何解决 而且还是在俄乌已经打了14个月的情况下 这就是美国也做不到这一点 虽然拜登去了乌克兰 见了泽连斯基 但因为美国人的政治立场是支持乌克兰的 所以这也就注定了 拜登是没有办法和普京见面的 别说是见面了 连打电话都不可能 美俄关系现在降至冰点 虽然还保持着建交的关系 但基本上也和断交差不多了 简单的说 在我们中国的国家立场上 对于俄罗斯一定是站在中立位置上的 不会支持俄罗斯 也不会反对俄罗斯 当然对于乌克兰 我们也是同样的 我们既不会隔岸观火 也不会拱火交游 正因为这个蕴含着5000年东方智慧的立场 我们才能和冲突的双方都能说得上话 而且还能保持足够的影响力 也正因为我们的中立的立场 所以听我们的话 接手中国方案 对他们来说不会背负任何压力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世界上 只有中国可以调停这场俄乌冲突 而其他国家不行的原因 要么就是他们支持乌克兰了 手上沾了俄罗斯士兵的鲜血 在面对俄罗斯的时候 天然的背负了被动式道德压力 要么就是影响力不够 你让巴西或者南非去调停 他们也确实是保持中立 谁也不支持 可是他们国际影响力不够 想要调停俄乌冲突 只要身为联合国武常制疫的中国 才是最有这个资格的 当然为了能让双方都接受我们的中国方案 总得提前做个实验 所以3月10日 在中国斡旋下 沙特和伊朗从3月6日开始 在北京经过5天的对话 于3月10日达成协议 实现了历史性和解 这就是最好的势力 中国上演魅力外交 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宝贵的确定性 同时也将中国方案推向了全世界 和平 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是5000年的东方智慧在告诉世界 不要一提到中东就和战争联系在一起 好像这地方天然就是火药桶一样 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时候 中东也是可以和平的 大家也可以坐下来一起喝茶 一起赚钱的 而且中国方案和美国方案最大的不同就是 我们从不宣扬战争 我们提倡和平 倡导经济发展 你说这世界上到底是支持战争的人多 还是支持和平的人呢 结果当然是一目了然的 如今我们拿着这份成果 跑来调停更大的矛盾俄乌冲突的时候 天然的就有了一种优势 同时也给他们注入了信心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负责任大国 我们既不会隔岸观火 也不会拱火交游 更不干趁机牟利的事 中方所作所为光明正大 对话谈判是唯一可行的出路 我们也公布了一个爆炸性的消息 中方将派欧亚事务特别代表 赴乌克兰等国访问 2023年谁都没想到 世界会重新以这种方式认识中国